在封城一个半月后 上海官方日前宣布 从5月16号起逐步解封 当天上海红桥车站开始出现返乡的人潮 排队近战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5月17号凌晨4点多 仍然有很多人在步行赶往红桥车站 一路上有许多人露宿街头 不过上海外卖员刘先生5月17号表示 现在车票很难买到 还有一名据传是来自江西的男士 归乡新切 竟然自制泡沫乏 准备带着他的狗从上海划回江西 5月16号这名男子受到沿途居民的劝阻 跟困在上海的人士相比 这些即将逃离的人们还算是幸运的 在上海红桥火车站 一位女士露宿街头10天了都没人管 上海红桥 看一下 就睡到马路边上 看一下 没人管 还有一对外地夫妇来上海看病 回不去了流浪街头 还有一位在上海流浪的小伙子 得到大妈们的鼓励和救助 感动落泪 这段时间过了就好了 是不是 对不对 人要向前看 对不对 你没有吃的话 我可以去帮你买一点吃的 在上海北清公路松建路 有两个陕西小伙子已经在马路上住了47天 每天都这样吃了 现在还是好 还有的上海老人因为家人都被隔离 活活被困死在家里 中共各地的清零防疫仍然在持续 5月16号 天津市北辰区小电镇 刘安庄村的几万居民 全部被拉走隔离 在北京 有的小区没有阳性病例 却被长期封控 据委会对工作人员不回应民众诉求 民众担心北京正在重演上海封城的模式 我现在就问问 咱们小社区14加7过了 一个病例没有 什么时候能解封 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出去 有人给解释没有 有没有人给我们解释 您说话呀 中共清零防疫正在中国不同地区轮番上演 引发严重的次生灾难 民众怨声载道 期盼早日解封 新台湾电视台记者赵凤华荣誉 特约记者顾小华采访报道